冰城危难一家回收厂一直飘散 怀疑是焚烧塑料的异味 让附近居民投诉身体不适 晕眩恶心 还出现呼吸道问题 居民今天在回收厂外示威 厂主承诺会改善情况 否则将搬离原地 华渡村和海力站一带的居民 一年多前开始闻到疑似焚烧塑料的恶臭 情况在今年五月变本加厉 臭味除了每天三次定时报道 居民也开始身体不适 不止鼻子敏感和气管炎等疾病 越来越难痊愈 晚上也难以入眠 甚至出现呼吸道问题 头昏呕吐 很辛苦很辛苦 暂时是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听到什么人住院什么 但是迟早会一定有事发生的 就是说这个味道呢 真的是弄到很不舒服 头很晕要呕吐 呼吸困难 所以真的是没办法了 虽然环境部门对传出恶臭的回收厂 发出了警告信和罚款 但居民认为情况没有改善 所以决定到回收厂前示威 要求厂方还他们干净的生活环境 厂主透露 之前附近有其他处理洋垃圾的回收厂 飘散的臭气更为严重 都被勒令关闭 而市议会早前检查他的工厂时 也下令改进 我们做的那个排烟系统 可能他排烟系统那个步骤有一些出错 所以我们要尽量去改良一下 所以今天他们来抗议我是认为 对大家公平一点就是带他们进去参观 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 厂主谈言 市议会已经下令再次修改排气系统 所以希望各界给他们一点时间 如果真的无法阻止恶臭飘散 工厂将搬到其他地点 我们要新鲜空气